這是由高速市建築經營協會自發性所舉辦的請選活動 話說 21 年前 當成立馬六名的建築經營協會前輩們 他感嘆 你我的家園都輪為一床床的可民土叢林 所以發起了一個民間建築運動 就是以綠地景觀為主軸的元演講 這些年來 元演講逐漸成長 擴大 停選的範圍 從原本只有我們高雄縣市 逐漸擴大到屏東 海南 嘉義 還有我們移民 而停選的標地目 更是從原本只有建設公司司部門的個案 擴大到縣市政府公務門的公共景觀 校園建築 還有社區營造 園獎的希望 金牛典 年簽成縣 更而全面的催生臺灣的原創主觀 而今年 雲林縣已經是第六年參加了 再次要正宗感謝雲林縣政府團隊 土庫這三個工程得到建築的典獎 表示文化處在於土庫的用心 土庫這兩年也依偎建築的用心 就像是我們的徒會所提到的 我們的理事長所提到的 他把三個點拉成縣 變成面 同時搭配一名縣政府在土庫的推動 推動他們的營造優質事辦的一個計畫 讓土庫變成精準型的 精進型的一個鄉鎮 鄉鎮獲得廣告署的一個認同 這是非常不容易 那在這邊我想 在於設施型的部分有三個馬馬馬 有頂溪社區理事長 五頂上的貓 今年是貓咪小圈堂 在今年年初的時候 教育部長也立臨到現場去 我有去看 這個是非常非常棒的重點 我們也歡迎邀請來自高雄的朋友 如果有空的話 也可以到我們的頂溪社區貓咪小圈堂 或者是到我們的 這個柳東社區 去看看我們的怎麼樣做可實性的地景 跟社團的營造 是一個特色 把它加到這個地方來 讓地方的特色能夠展現 同時能夠凝聚社區的領處力 那北京社區的部分是 為什麼要幫光雄或二人呢 去看一看 這個是光雄做主義的名稱 就讓人家覺得非常非常有吸引力 那這個賣人國小的部分 我有一次去參加他們的啟用典禮 外面的設計跟海景 蟬船都是有關係的 所以這個是 表示我們在每棟建築物 在設計的時候 都可以將特色拉出來 這個是景點 而不是光雄洞房子跟水泥的建築而已 所以神經病 是真正的 所以祥泥的建築物 是假的 聖物尼泥的建築物 是 就是